美国 俄军袭击乌克兰文化遗址 很系统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 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 频繁以乌克兰文化遗址为目标 似乎是系统性的 但他拒绝具体说明 这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罪行 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 麦克尔·卡彭特对媒体说 作为非专业人士 我认为这些破坏罪行 有很大程度的系统性 但它应该是专业定义的领域 我们让他们发声 他们将会是独立的 他们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卡彭特报告并解释说 俄罗斯军队袭击了乌克兰的教堂文化遗址 其中包括一座献给18世纪哲学家和诗人 赫里霍里斯科沃霍达的博物馆 然而当袭击发生时 该博物馆附近没有任何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他评估表示 这次俄罗斯军队发动的袭击 要么是蓄意的 要么是鲁莽的恶意轰炸 根据1954年海牙公约 袭击这些有关文化的地点 构成战争罪行 俄罗斯军队大规模破坏乌克兰文化遗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布报告 披露即至6月13日 联合国组织已核实至2月24日入侵以来 俄罗斯军队对146个乌克兰文化遗址的破坏 包括66个宗教场所 28座历史建筑 18座专门用于文化活动的建筑 15座纪念碑 12座博物馆和7个图书馆 俄罗斯军队对文化遗址的破坏 涉及乌克兰的10多个州和地区 几乎遍及乌克兰全境 据悉大约40个被导弹袭击击中的地点 在亥克福地区 略少于在顿巴斯 顿涅斯克地区的41个 大约25个在基辅地区 大约10个在苏美地区 和顿巴斯的另一个州 卢干斯克地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报告中说 教科文组织正在通过 与多个可靠来源交叉核对 所报告的事件 对文化财产破坏进行初步评估 根据1954年 在发生武装冲突时 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的规定 教科文组织还与其他伙伴组织一起 开发了一种独立协调评估乌克兰数据的机制 包括卫星图像分析 俄罗斯无视乌克兰主权 认为其归共产俄国所有 4月中旬 乔拜登总统在美国爱荷华州 举行的一次活动中 谈到乌克兰时 提到了种族灭绝这个词 尽管白宫后来淡化了这一评论 作为他的个人观点 当时拜登指出 越来越清楚的是 普京正使徒消除乌克兰人 要成为乌克兰人的想法 而拜登在早些时候 曾提到 你的家庭预算 你加满邮箱的能力 都不应该取决于一个独裁者是否宣战 并在半个世界之外 实施种族灭绝 美国还没有声称 乌克兰正在发生种族灭绝 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 卡彭特将这一决定提交给专家裁决 如果专家确定种族灭绝正在乌克兰发生 那么它将适用于发动入侵战争的俄罗斯这整个国家 这与针对个人的战争罪调查有明显区别 在入侵乌克兰战争期间 如果不是无事的话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刻意淡化了乌克兰的国家主权 甚至将邻国描述为历史上的俄罗斯土地 并且 普京企图将乌克兰收归前苏联的版图 就此他声称 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造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 由共产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